来吧 推上 喂 喂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这里是效果文化打工大王专场 你怎么称呼啊 我叫Jessica 你今天有啥要跟我们吐槽的 就是我前领导有个员工 他是研发的经理 因为所有的做研发的人进来 都会要签那种经验协议 保密协议的嘛 因为是为了防止他离职之后 去竞争公司 然后呢 这个人他离职了 离职了之后呢 他就是去了竞争公司 而且是我们的死最头子那种 然后我们那个领导他就很生气 他就要去告他 告他呢 得拿那个协议出来嘛 然后他就去找 翻他导规的招 丢了 没有 他找到了 恭喜 恭喜这位领导 所以没有任何反转嘛 但是最不公堂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日期过期了 白找到了 他过期了多久啊 过期了好多年了 还没续约是吗 劳务合同续签了 但是保密协议没续签 对 是的 是的 这扯不扯 你说 其实那个保密协议 其实就是有固定时间的 你这不能保密一辈子 对啊 你不签人家就是不行的 而且你为了签保密协议 还要多付一笔钱的 对 不能白保密 不能白保密 那咱们保密都是白保的 因为咱没有竞争对手的公司 这还不是荒唐的 还有荒唐的嘛 你讲 他每一次都是到快下班的点了 他就各个工位去溜达 不让人下班 然后他有一次 他那天洗脚忙 他晚了五分钟出去 结果人都跑光了 然后他很上你知道吗 就那种感觉就感觉好像 感觉让员工给跑了 对 是的 回来的路上呢 诶 得到了一个 一个行政的小公娘 拿着自己小电驴的帽子 然后拿着包就准备走嘛 一马就把他叫住了说 你不要走 老板没走呢 就不要走 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那小公娘就直接 站到那边就很尴尬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他自己没活儿 就是不让走 他就是个亲眼 他就是给我添了很多麻烦呀 所以我就输了 我现在的工作也还可以 所以我自己也有时间 去搞点副业啊什么的 比如说我好多年前 考了生涯咨询规划 考了薪水师 然后会去做一些 职业的小顾问 可以给我们这些人 都规划规划吗 帮我们领导规划 帮诚哥规划 帮我规划一下 我觉得就是陈璐老师 如果要副业的话 我特别建议你去 卖羊肉串 然后去卖 不是 别笑 别笑 你这个正式考出来的吗 不是买的 为什么是羊肉串呀 我就觉得那个 我跟羊肉有缘 比较肉 比较肉 建国比我肉一些 我以为比较洋气 行 谢谢你靠谱的规划 我也会认真考虑的 你好 我是王建国 我不想听你的规划 你又去陈璐那边做托 这不就是我去他家串门吗 帮我规划规划呗 霍兰老师负责你们整个的运营财务数据分析 你就是让富兰当老板 是不是 我还考 然后建国吃 我运营财务 你今天开心吗 你刚刚 我觉得挺开心的 吐槽完我就很开心了 那你觉得谁最让你开心 四选一 那我就选小慧吧 那我就选小慧吧 五选小慧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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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听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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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人很会考证啊 考了各种证 你们考过别的证吗 我精算师 他没考全 他那要几年之内考完吗 已经不管他了 就这样吗 我还有钢琴四级的证书呢 真的 真的 我不是讲过吗 小的时候钢琴 学了五年 考了四级 我有个同学 特别爱考证 有一阵 他考了一个电工证 就做电工证 我都没有 我不知道为啥 他一定要考电工证 而且他说 他第一次去考电工证的时候 他不知道要接电吗 刚一接 整个考场短路了 直接被考官轰走了 他就是考级 剩下的电工开始修 谁修之了 谁就过了 第二次去补考 所有的老师 他又来了 他又来了 大家注意点 我们公司也有很多 不靠谱的朋友们 你记得我们原来有一个 跟我们订机票的朋友 花式订错 建国去到机场 要登机了 登不上去 用王建国的名字订 但他不知道他怎么买到的 对啊 打出来是王建罗的 我们去外地演出 然后有时候去到机场了 发现忘了买票了 忘了买 还有买反了 比如说上海去北京 买成北京到上海 真的 观众买票了 我又没买票 后来我们看到是 他订票都特别小心 先看看有没有订 再看看是不是反的 然后再看看日期